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时政评论家袁洪斌教授最近发视频指 目前中共高层一些反习势力改变最初反对习近平武力攻台的态度 而是转为支持习近平武力攻台 另外据海外媒体综合报道 最近美中双方展开密集外交接触 有消息称 一些国际关系专家认为 美中的频繁接触尽管有些唇枪舌剑 但其实是透露了缓和局势的信号 看中国记者就目前 中共高层的一些动态和美中关系 是否影响习近平当局对外的策略 包括武力攻台的企图 采访了袁洪斌教授 袁教授您好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指 中国经济衰退会对美国带来风险 因为美中两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 中国经济的败落也会殃及到美国等等一些观点 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可以讲就是言不及意 根本不懂得当前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究竟来自何方 现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 中共暴政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 已经成为对人类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最致命的威胁 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天性 当它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它就会迅速的把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能量 转化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和军事能量 这就是前一个时期 国际社会对中共暴政实行普遍的绥靖主义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当中共暴政的经济萎缩的时候 断崖式下降的时候 它仍然会通过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方式 来输出它的危机 来摆脱它的危机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说现在中共暴政的经济 确实到了一个下行的时期 甚至是将出现断崖式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这个习近平时代之前 中共暴政有20多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 那种经济的高速发展 它是依赖于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共权贵市场经济 那么这样一种权贵市场经济 它是具有一个致命的弊病 就是不可持续发展 它必然导致权力的极端腐败 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道德的大亏烂 那么习近平正是为了挽救中国共产党 挽救中共暴政不死于社会的大亏烂 才要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统治经济 实际上就是用过去的罪恶 企图来挽救今天的危机 而且历史早已经证明 毛泽东式的国家统治经济 那是一种失败的经济模式 因此中共暴政它曾经拥有的高速发展的第一个因素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暴政 普遍采取的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 在这个国际社会的绥靖主义之下 给中共暴政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契机 而绥靖主义普遍的抱着一种虚假的希望 希望中共暴政通过经济的发展 然后自动的会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而事实的结果却是 中共暴政利用绥靖主义发展了自己 强大了自己的经济能量 而随后就马上把这种经济能量 转化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和军事能量 从而使中共暴政成为威胁整个世界的 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一个致命的威胁 那么由于川普主义的横空出世 唤醒了国际社会 使整个国际社会意识到了 当代人类面临的最主要的危机 就是中共暴政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 中共暴政包括习近平在内 他有一个基本的战略安排 这个战略安排就是要取代美国 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和执法者 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秩序的确立者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取代美国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中共暴政没有资格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 成为国际秩序的确立者 为什么说他没有资格 中共暴政已经在东亚大陆 掌控了70多年的立法权 结果把东亚大陆变成了 中共暴政的文化和精神和政治的殖民地 东亚大陆上的各个民族都已经沦为中共暴政 事实上的政治奴隶和精神奴隶 这次上海大封城上海人的权力遭到严重的践踏 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势力 那么如果再让中共暴政掌握了整个人类国际法的立法权 那么整个人类都会变成他的政治奴隶 因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共暴政没有资格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 更没有资格规定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 那么现在由于中共暴政的曾经有过的 两个支持他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中共暴政的经济的断崖式的下滑 和实业大潮的汹涌澎湃都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暴政当然要把他的国内的危机 转化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危机 而他的这种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第一步 或者说是关键的一步 就是发动台海作战 征服自由的台湾 我们多次讲过 习近平发动台海作战的时间节点 极大概率就是在2024年左右 您在最近的一次视频中提到了 中共高层一些反习势力改变之前的态度 转为支持习近平攻台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反习势力 也支持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 那倒不是 就是现在呢 习近平从2012年 组长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意志以来 他的主要的一个执政方案 就是假借反腐败的名义 反复的进行权力大勤起 从而达到呢 使他成为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的目的 他不再允许呢 包括太子党内的其他 中共权贵的家族成员分享权力 他要以个人独裁的方式 全面的实现高度集权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政治状态下 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 一整套的独裁政治的逻辑 比如说他建立起了 以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和属办公的 这样的一套 韬鸡锦衣卫式的现代客户系统 对中共暴政的千万官员呢 进行严密的控制 而且高科技的这个手段呢 又使这种特务统治呢 可以说达到无捧不入的程度 要想打破习近平所建立起的 独裁专制的政治逻辑 或者需要一次党内良知人士 发动的公庆政变 或者需要一次像前苏联那样的 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也就是用重大政治事件 才能实现重大的政治目标 但是呢 无论是发动一次公庆政变 还是再爆发一次像8964 或者前苏联那样的 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它都需要一个时代的机遇 这个时代机遇在哪里 我已经做了一个视频 那么现在中共党内的这些 反对习近平的各种力量 各种团伙 各种势力 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近在眼前的这个时代的机遇呢 就是习近平 是将在2024年发动的台海作战 所以呢 现在党内的这些 反对习近平的人士 他们并不是要支持什么 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 而是他们看到啊 想阻止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呢 成为终身执政啊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在此前呢 中共的新老权贵家族 绝大部分呢 都是想要阻止啊 习近平发动台海作战 原因就是他们意识到呢 习近平一旦发动台海作战 势必引起啊 国际社会严厉的经济制裁 这些中共新老权贵家族 用腐败的权力 攫取的天文数字的 已经转移到海外的资产 很可能曝光 甚至有可能成为啊 国际经济制裁的对象 所以他们试图啊 阻止习近平发动台海作战 但是现在他们意识到呢 只有习近平发动台海作战啊 才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 发动宫廷政变 颠覆习近平的统治 这是他们整个认识的一个改变 现在据党内的良知人士介绍呢 首先带头发生这种立场转变的 主要是曾庆红和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 还有陈云家族的代表人物陈云 那是不是说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没有悬念 对 就是从事实上来看 按照习近平现在已经建立起的 这个独裁的政治逻辑 现在看不到有什么力量 能够阻止啊 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终身执政者 据海外媒体报道 习近平呢 在六月八号到九号去四川 却没有去地震灾区 但接见了当地的军官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您怎么看 习近平这次去四川呢 是进行党政军民经济文化全面视察 他没有去灾区 原因也很简单 他怕死 他的一个亲信呢 叫做李书磊 那也是我们北大校友了 曾经给他提出过一个 作为终身执政者 应该遵守的一些原则 其中有一条就叫做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用他们这些这个亲信宁臣的话讲呢 就是他一身呢 肩负着共匪党国的安危啊 因此不能够到危险的地方去 我们从他习近平执政以来 可以看到 他是严格的执行他的亲信幕僚 给他确立的这个原则 实际上就是独裁者 不立危墙之下 你看无论是哪发生灾难 还是防疫过程中 他都是远离这个危险的 这就是他这次呢 没有去灾区视察的原因 由海外媒体评论 习近平的清零封城 引起的民怨急升 如果习近平这次能去灾区视察 或许是他缓解民怨 重新树立微信的机会 而且中国有句话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您怎么看 他所谓的微信呢 是靠着国家谎言 靠着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来维护的 如果现在中国实行了全民选举 没有人会投这个习近平的票的 我相信他的亲信都会抛弃他 他现在哪有什么微信可言 他有的只是啊 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 所建立起来的恐惧气氛 中共的原公安部的副部长孙力军 最著名的有传的一句话就是 习近平不是民军 是独夫 而孙力军的这种说法呢 也代表了相当大的一个中共官员的看法 所以呢 习近平不存在着什么个人微信的问题 他也不考虑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 只要掌握了独裁的权力 就拥有了一切 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啊 这是中国历史上 一些明智的皇权统治者啊 他们对于自己统治原则的一种认识 而且这样的皇权统治者呢 一般都是具有很高的智商 像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极其愚蠢 但同时又极其固执的人啊 他不存在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这样的认知 他只相信呢 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 另外 美中两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近日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有消息说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 并不是对等关系 坦率地讲啊 这种说法也是那些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不了解的一些 最新八卦新闻的人呢 所关注的事情 魏凤和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呢 不存在意味不对等的问题 就是两国的国防部长啊 在这个军队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中国的国防部长呢 更多的是礼仪性的 美国的国防部长呢 是一种实质性的领导权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 中共暴政的军队 他的决策和领导机构呢 是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来组成的 魏凤和呢 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常委 因此他属于中共军队的决策层的一员 所以魏凤和的地位和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的地位呢 又是对等的 另外有外媒报导指 美中双方会谈时在台湾问题上各执一词 甚至是争锋相对 在这个创普主义出现之前呢 在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曾经和中共暴政的领袖胡锦涛 在白宫共同宣布 美国和中共暴政 结成了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个是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国家的代表 一个世界上集权专制国家的代表 居然结成了所谓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你就可知啊 当时欧洲和美国的白左政客们 是多么的荒谬 那么创普主义出现之后呢 他敲响了国际社会的警钟 也敲响了美国社会的警钟 从美国社会到整个国际社会都 已经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 中共暴政 它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呢 是当代人类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 最致命的威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尽管在相当一部分国家 仍然是白左势力 白左政客在执政 但是呢 他们也不敢逆民意而动 你比如说澳大利亚 现在是工党重新上台 重新执政 他们任命了著名的 绥靖主义的两个政客 亲中共暴政的政客 做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和国防部长 但是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 由于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呢 已经清醒的认识到 中共暴政是澳大利亚国家 根本利益的实质性的威胁 是对澳大利亚自由民主的 生活方式的致命威胁 所以即使是这些白左政客 重新执政 他们也不敢明目胀胆的 回归到过去的 奥巴马时期的 绥靖主义的老路上去 那么现在呢 美国的拜登政府呢 也是如此 在川普主义的 强烈的这个影响之下呢 他们不得不啊 对中共暴政 做出一些这个 针锋相对的政治和军事举措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这些这个 对中共暴政的政策的下落后面呢 总会露出一些 绥靖主义的尾巴 你比如说这次的 这个香格里拉峰会 中共暴政的国防部长 魏凤和 就极其猖獗地露出了 他的共产极权主义 全球扩张的疗牙 声称呢 在台海问题上不惜一战 而美国的国防部长呢 却说他们不寻求和 中共的冲突 不寻求和中共暴政 对抗 在台湾问题上呢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仍然保持着所谓 战略模糊的原则 什么是战略模糊 实际上就是一种 投机主义的态度 中共暴政已经明确地露出了 疗牙 台湾海峡问题上呢 不惜一战 而美国呢 不敢以牙还牙 明确地告诉中共暴政 如果你敢迈出 共产极权主义 全球扩张的致命的一步 也就是武力犯台 你就必然会受到啊 包括美国在内的 自由民主国家的强烈反制 他就不敢表现出 这样的意志 此次呢 仍然保留下了这么一条 绥靖主义的尾巴 另外 在美中国防部长会面之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与中国外事高官杨洁篪 在卢森堡进行了会谈 有消息说 这些会面虽然涉及 台湾等敏感问题 但其实透露了 缓和局势的信号 那您认为 这些对习近平 武力攻台企图有影响吗 这个没有任何影响 中共暴政 它的那个武力犯台 是它的一个既定的战略方针 包括香格里拉峰会 不过是一种这个 诸多的宣传平台之一 这种平台呢 不会对这个中共暴政的决策 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不存在着缓和局势的信号 中共暴政对美国的态度 很清楚 就是说要求美国呢 允许中共暴政 兵不血刃 就征服自由台湾 而美国呢 对中共暴政呢 抱着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的态度 尽管呢 发出了一些很强硬的口头的表述 但是到最关键的问题上 也就是中共暴政 如果迈出武力犯台的 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致命的一步 美国会不会动用它的全部的国家能量 当然包括军事能量在内予以反制 在这个问题上呢 美国呢 这些白左政客们不敢表明了自己的战略清晰 所以包括这次的相隔离了 峰会呢 实际上是都是在 各自在表述各自的这个 原来就有的立场 不存在着什么新的变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